台治日常 大家好 歡迎來到台治日常節目現場 我是小穎 大家知道嗎 台灣的醫療保健指數是全球第一名 在這次武漢肺炎疫情當中 因為我們台灣整個社會的全民上下一心 還有我們防疫國家隊的超前部署 以及我們台灣公民 我覺得非常團結 然後也非常成熟理性的 面對疫情的處理方式 讓台灣在疫情的防堵過程中 其實是得到一個在世界上有目共睹的成績 也因為這樣子 台灣過去長期以來 在國際社會被打壓的一個現狀 獲得了一個改善 各個國家的官方的組織 甚至於是他們的官員紛紛的讚俠 希望台灣能夠開始加入很多的 包含WHO等等的國際組織 所以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來討論的主題是 在後武漢肺炎疫情的時代正常看待中國 這樣的一個主題 大家可能聽起來想說什麼叫做正常看待中國 因為其實台灣的主體性應該是在一個 我們說在自己看待自己的過程裡面 你要把自己跟他者之間的關係好好的梳理 包含情感關係 經濟關係 政治關係跟文化關係 才能夠重新的去見識自己是誰 台灣作為一個正常國家的路 才能夠走得更遠 我們今天很高興 我們今天請到了護台胖全劉士傑先生 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因為這個我覺得就是他是專家 謝謝 好 我們請士傑跟大家問聲好 謝謝 嗨 妳好 佳妮 妳好 嗨 大家好 好 非常高興 因為士傑其實也是我們台日常節目的 這個VIP Club的成員 謝謝 感謝 已經不是第一次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更第三次了 對 好 所以士傑我過去一直 我就是長期在關注台灣的外交 然後特別是在國家的層次上 如何跟中國來做互動 那當然因為士傑之前是 中華民國的外交官 所以我們今天在節目主題裡面 要藉著跟士傑的討論 能夠更深入的去理解 首先第一個就是 何謂正常看待中國 然後接著是 後武漢肺炎時代的台灣 又如何在外交層面上 我們要去調整跟中國的關係 唯有能夠跟中國 以國與國的關係 重新的交往 那我們才能夠 有自己的一個 國家的主體性 慢慢的能夠呈現出來 最後一個其實是 陸委會跟外交部 應該要怎麼樣的來團隊作戰 這是我們今天主要要來請教世界的 大家有看到嗎 我的朋友已經再次來了 我們台語在台灣 每一集都在邀請 我們來台北來賓跟我們說台語 好那相信有看過 那個之前我們台字場節目的時候知道說 其實士傑台語很好 而且士傑是客家人對不對 所以他其實是台客雙七 我的爸爸是客家人 我的媽媽是那個閩南人 就是講台語的 講台語的 所以客語、法語 其實對他來說都不是問題這樣子 我們今天可以附送台語版 客語版嗎 不行 好不過我們今天題目不能出太簡單 因為他是外交官對不對 外交官大家都知道 不是只會就是一種語言 會多種語言 母語很好的外交官其實很少 像我們世界就是其中一個 所以我們今天要跟他討論的 或是來請教他的 或是要來考他的題目 其實是一個就是英國的學者 這是Collin Warbrick 他在2006年的著作裡面所提到的一段話 我就直接把它用英文唸出來 等一下我們就請我們的外交官來替我們還言 Of course, first a claim has to be made by an entity that it both is and wishes to be regarded as a state. There are a few instances where an entity which might plausibly claim statehood has not done yet. The case of Taiwan is the only current example 好,那其實這一段話他說的是什麼 其實我們有附了這個 在獨立這邊請的這個網頁 他有幫我們做了一個很好的華文翻譯 我們現在就請我們的外交官來替我們來做歡迎 請 好,要討論一個事態是不是國家 是不是符合客觀的事業要件或是正常 第一步就是這個事態要主任為是一個國家 而且有議員去讓大家任為是一個國家 在非常舊的狀況當中 這個事態可能有條件來聲明 他自己的國家地位 但是他選擇沒有這樣做 台灣就是無情唯一的案例 哇 阿家你的這個台語很好的 沒有,還好 尤其這段話其實你如果用台語頭 有另外一種對我們台灣同胞在說話的 一種不同的這個開口很漂亮 但是在這段未來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 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 我相信台灣人都說當然是 我們有人民有政府有自己的土地等等 我們有這些所謂的國家組成的要件 難道台灣不是嗎 但是在這段話裡面其實就看到了 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國家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不僅僅是他已經是一個國家 而是你希望成為這個國家 就是有多少人是希望的這件事情 而不是說就是我們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只是說那不然就是我們看起來上是 事實上有這樣的一個條件 但是事實上有這個條件不夠 就是我們還是要去在這個過程裡面 能夠做到我們自己要就是 to be to become的一個概念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段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其實是 在回顧我們在這個疫情的期間 台灣如何防疫以及在跟中國 就是這個交手的過程裡面 那如何能夠重現我們的主體性 以及外國的朋友怎麼樣來看台灣的防疫成果 炭肺炎美國重傷 總統川普在14號扶資財經網的專訪中表示 對中國有夠失望 不但蓋牌不報 川普指責中國本來可以阻止疫情擴散 結果不但沒有還不給人幫 它應該被寄出 我們要求通過 然後他們說不 他們不想幫我們幫忙 我猜猜那是可以的 因為他們必須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所以它是否是誤會和誠意 或是一對其他人 我對中國有很好的關係 但現在我不想跟他們說話 針對FBI指控中國還想竊取無非疫苗營救 川普強調各種懲罰手段都可以考慮 甚至跟中國切拔斷 加拿大總理杜魯道13號也提出疑問 雖然措辭沒有美國尖銳 但是矛頭同樣指向中國 根據當地最新民調 加拿大民眾對中國的不信任程度 在近日飆升 高達85%認為中國政府處理疫情不透明 而對中國的好感度 也從15年前的58% 大幅滑落到現今的14% 創下新低 好 那我們今天 我們報告 今天我們是零確診 靠著口罩覆蓋率 台灣防疫相當成功 但全球武漢肺炎仍然沒有減緩 前一個階段 我們組好了國家隊 在這個階段 我們要打國際盃 在台灣人不缺口罩的狀況下 政府基尼部決定拿出一致產能 捐助包含 美洲 歐洲 日本等世界各地 有需要的國家 我希望這裡診斷 最大的友誼 最大的 fraternity 最大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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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 sent us half a million of face masks that will help us to overcome Corona crisis Thank you very much Taiwan人你知道你自己很棒吗 难道是要发生一个这么天大的疫情的时候 才能够从国外的人的眼中 或者是在相比较之后的结果 你才能够重新看自己 然后给自己一点小小的掌声 我觉得这是台湾社会一直以来 看待自己一个很卑微的角度 永远都是从他者的眼光 比如说从中国眼光看自己 或是从日本的眼光看自己 鲜少从自己的眼光看自己 所以接着我就想要请问一下世界 你认为我们要怎么样去正常看待中国 我觉得刚刚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在看待别人之前 一个重要就是说我们对于自己的信心在哪里 因为其实台湾因为过去的历史文化跟政治的关系 其实我们其实是一个极度没有自信的一个国家跟社会 那也反映到一个现实 比方说我们其实很care 外国媒体怎么报道台湾 比方说我们这一次在整个抗议的这个成绩跟表现 其实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但是同样一段话我们自己的媒体写 我们好像不觉得怎么样 可是如果是外国媒体来讲 我们就好像觉得很高兴 甚至我们连外国媒体来报道我们的职棒的这个事情本身 我们都把它视为是一个成就 所以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不希望外媒或国际媒体来报道台湾 因为台湾很需要得到整个国际media的关注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心态的问题 你不要说动辄得救 好像说外国媒体讲台湾好 我们就好像高兴要这个飞上天 稍微讲点不好说台湾职棒只有到一 我们就好像觉得很难过一样 这是我就觉得没有必要 但是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东西 我们唯有先好先自我省事 这个先有足够的信心 才能够来决定我们要怎么看待其他国家 来决定我们怎么样看待中国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说 怎么看待自己 那多数的台湾人如何看待台湾这个国家 当然我是觉得说以目前来讲 当然说整个台湾社会本土认同是越来越高 那这个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个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政府在对外宣传这一块 我们到底有没有那个勇气跟决心 来告诉我们的政府体系 要如何去self-regard ourselves 就是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你到底是希望你难不成你在跟国外的 这些政要在洽工的时候 你还要说我们的这个领土 还给予这个整个中国大陆 只是什么因为1949年 我们你讲这一套 他们听不懂的吗 对不对 你有没有那个勇气跟决心 就是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在对外的这些政要 说台湾就是台湾 我们现在虽然叫中华民国 但是我们不是 我们永远也不想要跟中国统一 你有没有勇气去讲这一句话 还是说你要不要跟中国统一这句话 以目前台湾的政治来讲 还是一个随蓝绿指正 而可以去被选择的选项 我觉得很悲哀 难不成过四年过八年之后 难以假设又指正回来 你要台湾的驻外人员 又要改口 变成说其实我们的终极目标 是要跟中国统一吗 你还要再讲这个事情吗 其实我是认为说 这些所谓自我认同的事情 长期来讲反而是更重要的 那如果去看待中国 其实我过去实际上 我在念清大社会所的时候 是念中国研究 那我一直认为说 中国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实体 那中国政府不等于中国社会 不等于中国人民 不等于中国NGO 那中国的中央政府 不等于中国的地方政府 所以它是一个有很强大的 意志性的一个存在 但目前台湾社会 特别是台湾的网路社会 对于中国的一个想象跟认知 是高度单一系的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你可以对中国政府 或对习近平有很强烈的不信任感 可是你如果要上升到说 对整个中国人民 对于整个中国社会 有高度的反感或排斥 这反而是不太好的一个作为 我们如果把中国视为 就跟美国 日本 澳洲 一样的一个外国国家的话 你为什么要去排斥这个外国人呢 我是觉得是没有必要 所以回过头来就是说 我想所有的政治人物 在触及到两岸议题的时候 都要有一个责任感 就是说不要刻意的去操弄 那个反中的情绪 你可以不信任 你可以谴责中共政府 但是不要让人民或社会 对于整个中国 有一个非常单一性的排斥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特别是 其实台湾跟中国的距离这么近 两个国家 我在这边说是两个国家 事实上不管在经贸文化上的交流 跟互动都是很难避免的 谢谢世杰刚刚的分享 也就是说其实正常的看待中国之前 我们要先有个对自己的自信 就是你要作为一个国家主体 你的自信能够拿出来之后 你才能够跟不同的国家互动 特别是中国 我记得2017年 台北市大运它的slogan是 让世界看见台湾 我其实觉得这蛮哀伤的 因为那时候整个台湾都很high 有很多很多的媒体来台湾报道 所谓的市大运 可是这个slogan 其实就是反映了世界没有在看台湾 所以才会有让世界看见台湾 台湾一直invisible 一直不被看到 在这个层次上 我觉得台湾经过这次疫情的洗礼之后 我其实觉得在这个危机里面 其实它有一个转大人的契机跟转机 当然其实刚刚世杰提到的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正常看待中国 除了我们对于中国的很多的事物 对台输出的时候 必须要有一些警醒之外 我们要重新定位一下 我们把中国能不能够看待成 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跟台湾 台湾就是作为一个国家 跟它来做互动 等一下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要再来跟世杰聊一聊 要怎么样从外交层次上 来正常看待中国 欢迎回到台市场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护台胖拳刘世杰先生 来到节目现场 跟大家聊一聊 后武汉肺炎疫情时代 正常看待中国 这样的一个议题 所以紧接着我要请问一下 我们世杰 就是在这样一个 后武汉肺炎时代 台湾是不是站在一个 前所未有的有利位置上 对我觉得这次 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 我相信对整个台湾社会 是一件非常正名的事情 就是说台湾整个社会 对于国家认同 对台湾的本土认同 对台湾要参与 国际事务的这个决心 是提升到了一个 非常高的一个强度 那过去台湾事实上 我们每一次都是在说 台湾到底要不要去参加 某些特定的国际组织的 这个事情上是 没有那么高度的关注 那这也是因为肺炎的关系 第一我们也有了更强的信心 认为说其实我们做得很好 好 那我们更有那个条件 去来参与 所以我认为这个 可能是一个转机点 就是说未来我们看台湾在 未来二三十年的历史当中 大概今年会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turning point 大概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去思考说 那我们的外交战略上需不需要做调整 因为其实跟中国的这个 这些关系 在短期内大概很难去改变 它是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那么你在民进党现在政府的 这个状态之下 那小英政府 我没有记错的话 2016年他那个时候 是他5月20日他上任 那一年的WHA是5月23号举行 所以事实上整个前置作业 在马政府的时候就已经同意 要那个要去出席 那当时是以这个 在一中原则之下 以中华台北的名义 指派了这个林奏言 然后部长去出席 那他也讲话 以中华台北的名义来讲话 当时是一个不得不的一个状态 那因为小英当时是 差三天才刚刚上任 他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什么决定 那171819到今年 这个20年连续四年 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拿到这个邀请函 那我是觉得去怪蔡英文政府 也不是那么样的公平 但是我们也要去思考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更好 那到底我们未来应该要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 那中国在全世界的各个重要的国际组织 如果你去观察的话 他在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 都不断的去安排自己的人 去竞争那个 leadership 的位置 当会长啊 当这个秘书长等等 包括IKEO现在 国际民航组织现任的理事长 就是叫刘芳嘛 他是一个Chinese嘛 那他们一个任期是五年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之下 到底台湾政府 不管哪一个政党执政 我们愿意付出多少的政治代价 去追求参与国际组织这个事情 这个我觉得是 政府必须要去通盘检讨的 目前因为这个 我们看到中国跟美国的这个 battle 的关系 其实很多网民有一个 我认为不太务实的一个 一厢情愿的想法 认为说 我们是不是只要跟提美国就好了 那我是认为说 你这对台湾来讲是很危险的 因为美国事实上 今年年底有大选 那所以我们都知道 全世界的民主国家为了选举 当然都会有一些 所谓外交转内销的动作 其实川普某个程度上 也就是这样子 我想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 那所以更何况说 美国这个国家 对于国际组织的参与 也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路线的辩论 包括民主党跟共和党也不同 就连在共和党内部 川普跟其他他们同党的同志 也有不一样的想法 那他川普目前 把这个中国 把WHO每天照三餐在打 甚至他在5月19号的这一天 公开的一封信 就是说川普要求 谭德塞在30天之内 要公布具体 WHO要改善的方式 否则美国要把暂时冻结 对世卫的资金 转成永久冻结 并且重新考虑到底美国 要不要在WHO 维持Membership 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动作 那你当然不晓得说 川普讲这个话 到底是不是这个 但是他某个程度上 当然也是说 要去移转 其实他们美国国内 对于他处理疫情不利的 这样的一个批评 那台湾面就这样的一个状况 实际上是一个很微妙的状态 一方面我们当然是觉得很高兴 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不能够把美国跟中国 美国跟WHO的这个 控制思维 理所当然 也就是说在目前的 美中对抗的架构下 台湾还是要去找到 自己在国际外交的 现状里面的一个 比较有利的位置 而不是一位的 可能就是站在 美国的这一个阵营上 这样子吗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虽然说世杰的这个 刚刚给我们的这个分享 非常精彩 很想再继续跟他讨论 我们最后是不是请世杰 就是给观众朋友们 一个你的观点 就是台湾公民社会 应该要怎么样看待 自己与中国的关系 我会认为说 还是要回到一个理性 跟信心 就是所谓的理性 就是说当然希望 整个台湾公民社会 面对中国的时候 要有那种不卑不亢的决心 那所谓的信心 就是说要先认清 我们自己想要 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 在国际社会上 那现在其实大家都很多都用 脸书 在做社群媒体的沟通 那如果说各位想要帮台湾在国际 曝光上去尽一份心力的话 也许可以考虑多使用推特 因为推特毕竟是一个 以英文为界面的 那它也是国际上在沟通的一个 比较主流的平台 我会呼吁说 也许我们可以 大家一起来用推特 也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化身为 就是护台胖犬 或是护台胖犬的团队好朋友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我们的这个护台 胖犬刘逝姐先生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聊一聊 在目前的这个 我们在逐渐的要走出 疫情的阴霾的这个当下 要怎么样重新看待自己 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 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外交关 真外交关来到我们的 节目的现场 感谢各位 我们来讲一个时间 在这里上节目的观看 大家见面了 拜拜 拜拜